一天为何不见杨过的踪影 金庸将郭福之子的名字读一遍 就懂了 神雕时代 杨过从一个流浪少年 蜕变成一位武林高手 他二十岁的时候就能挤百甲之长 练成了黄耀师的弹指神通 欧阳峰的蛤蟆弓 红七公的打狗棒法 就连王重阳的全真剑法 以及重阳一刻 也都被杨过烂鼠于胸 尽管杨过后来被郭福斩断一臂 但练成了玄铁剑法之后 杨过仅凭一己之力 在重阳宫大放一彩 全真妻子蒙古三杰 金轮法王尽数败在杨过的重剑之下 在等待小龙女的十六年里 杨过自创了黯然销魂掌 其境到可以和郭靖的 降龙十八掌媲美比肩 在神雕的末尾 杨过又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他先用黯然销魂掌 击败了金轮法王 救出了被挟持的郭湘 后又甩出三立飞时 击毙大汉蒙哥 解了襄阳城被围困的危机 随着杨过带着小龙女 缓缓走下华山 这一部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的神雕侠侣 就此完结 作为读者的我们 很想知道杨过的后续动向 可我们翻遍了全篇 《倚天屠龙记》 依旧找不到杨过的踪影 《倚天屠龙记》 被金庸标榜为 射雕三部曲的完结篇 但看过这部武侠小说的 读者会知道 金庸只是在 《倚天》的开篇借着郭湘 短暂的提及了 《神雕后期》的故事 随后金庸大笔一挥 他直接将笔下的江湖 跳过了近百年的时间 顺时就来到了战火纷飞 动荡不安的元朝末年 此时 金庸开始花费大量的笔墨 描学了武当派 和眉派以及明教 就连身为主角的张无忌 也在地事会里 方才姗姗来迟 不过金庸还是巧妙地 借着一天见 《倚天屠龙刀》顺带提及了 郭靖黄荣夫妇 当年制定的 《倚天屠龙计划》 而且在倚天的末尾 金庸还让一位神秘女子出场 她使出《九阴真经》里的武功 轻松击败周智若 将《九阴真经》和五目一束 交到了张无忌的手中 神秘女子飘然而去之时 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神雕侠侣 绝技江湖 也就是说 直到此时 金庸才稍稍提及了杨过 也算得上是强行将 《倚天屠龙计》 和神雕侠侣 衔接在了一块 看到这里 不仅想问 金庸为何要对杨过 如此稀自如今 其实 你若知道郭福之子 叫什么名字 就懂得金庸的深意了 郭福是神雕侠侣中的人物 他虽然是配角 但戏份却不少 不管是神雕的开篇 还是神雕的末尾 都能看到郭福 那亭亭玉立的身影 郭福后来嫁给了 文武双全的耶律奇 耶律奇也不复所望 在比武大会上 力措群雄 成了丐帮下一任帮主 然而郭福的故事 写到这里 似乎就结束了 只因金庸并未在 《倚天屠龙记》里 提及郭福的后续故事 不过看过 连载版《倚天屠龙记》的读者 依稀绘继的以下原文 书中这么学的 云莲舟见他 背上附了六支布袋 心想这是丐帮中的六代弟子 地律已算不定 如何竟干出 这种卑无行径来 何况丐帮素来行事人意 他们帮主耶律渊儒 又和大师哥宋远桥 是极好的朋友 这是可真奇了 可见在金庸最早的设定之下 《倚天时代》的丐帮帮主 原是耶律渊儒 尽管金庸没有详细 采明耶律渊儒的出身背景 但明眼人都知道 他是郭福之子 我们还知道金庸对人物取名 相当讲究 他以靖康之耻 创出了郭靖杨康的名字 又也有过 必改创出了杨郭的名字 郭福的福象征郭福 好似出水芙蓉一般 妩媚动人 这个福也能和黄荣的荣 合称为芙蓉 至于耶律渊儒又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 耶律是复兴 而渊儒和元璐同音 元代表蒙古人 若代表蒙古人攻破了襄阳城 继而逐鹿中原 简而言之 耶律渊儒的名字暗示中原武林 已经落到了蒙古人的手中 百姓们食不果腹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 金庸为何之字不提杨过了 若提及了杨过 他是要跟着郭靖一同战死沙场 还是继续待在古墓陪着小龙女 笔者认为 无论是哪一种结局 都会迎来读者的口诛必伐 要知道 郭靖 杨过都是读者们极其喜爱的主角 郭靖已被金庸学死了 如果再让杨过命丧向阳城 不仅会让读者们痛彻心扉 还会让悲剧英雄泛滥成灾 其次 金庸若花费笔墨 描写杨过小龙女的隐居生活 杨过就成了一个只懂儿女私情 不懂家国大义之人 与其被读者唾骂 倒不如必中九卿 直辞不提杨过的后续动向 天马行空的想象去补足了 通过刘白的雪作手法 金庸的射雕三部曲 更具有可读性 难怪时至今日 金庸武侠著作仍是经久不衰